11月18日中午,冯小刚在微博发布了一份《潘金莲至王健林先生》的一封信,喊话万达董事长王健林,一对万达艳线冷待我不是潘金莲,表达了不满。 11月20日晚间,人民日报发布官方微博,点评冯小刚喊话潘金莲。 人民日报写道,电影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未成取调先有对骂,一撕一扯,让竞争险象,让对赌现身,也折射出票房迷思,同样是恳请票房。 方立为白鸟小凤一跪支持者众,大体情怀不同,高下有别,电影宣发早不是逃离不严,但永远是味道说话。 好导演的战场在摄影棚,不妨少些口炮,多些口碑,文章配图则选用了王思聪和冯小刚。 取瓜群众网友们纷纷表示,卖情怀可以,但是不能网架,商业有商业的运动模式,试图煽动大众情绪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,可持。 这话有理,正三观,这次支持人民日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